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土确诊人数再创新记录达到85310人 对此金融市长林又昌就宣布金融市市属高中三年级及国中九年级 从5月23号起一日才远距上课到学期末毕业典礼 5月18全国确诊人数再创新高达85310人 金融市则有2425例 因应疫情高峰组件浮现为了降低学生群聚感染风险 金融市长林又昌宣布5月23号起到毕业典礼前 金融市属高中三年级及国中九年级学生改采线上远距教学 国立及市立高中则建议各校参考办理 我们考量这个国九的一个同学他们已经完成会考并且正式的课程也已经结束 那另外高三的一个同学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学测 那只有部分的一个学生需要进一步参加分科的一个考试 所以我们决定我们金融市所有的国中九年级的学生 以及市立高中这个三年级的一个学生 从5月23号到毕业典礼前一天 以不到校采取远距教学为原则 那至于国立以及市立的高中 因为不属金融市政府所辖管 他们是属于教育部所管辖 我们这个以建议他们参考办理为原则 那另外如果学校有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活动 譬如说升学的辅导 还是志愿的选田 以及毕业典礼的一个预演 或者是包括疫苗的接种 还有办理离校的手续等等 学校能可以安排学生到校 至于国一国二生及国小全一级学生 牛昌者决定不比照双北做法 维持现行实体与远距融合教学 以免延伸各项困扰 那至于其他的国中还有国小的学生 我们考量顾虑的比较多 因为国小的一个学生是12岁以下 如果在家里的话 需要有这个家长来陪同 那就会延伸包括家长要不要请假 有没有办法 这个还要去上班 那是不是要托付给这个阿公阿嬷 甚至是可能没有阿公阿嬷可以托付 等等衍生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基隆是在之前就考虑到 这些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也是率全国之先 实施实体跟远距的融合上课 那也解决了很多的一个家长的一个疑虑 那从之前推动以来 因为家长是可以视他自己的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状况 自己去做上不上课的一个选择 要不要到校上课的一个选择 那推动以来其实实施的状况还蛮顺畅的 然后对于学校还有小孩的一个上课 还有教学学习的一个情形 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其他的一个国中还有国小的部分 我们不会跟进台北的一个做法 我们基隆还是维持现况 采取实体还有远距 这个融合上课的一个方式 至于过降疫苗施打进度 根据教育处方面统计 到5月17号为止 已经有23所学校 共1396人完成疫苗施打 5月18号则有中和中华 龙胜中山马林及仁爱六所国小 进行疫苗施打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而在金融市长林友昌的支持下 金融市卫生局招募了30位护理人员 以及21位临时人员 希望支援人力紧绷的 七区卫生所以及卫生局本部 呼吁具有护理专业的民众 一起来加入基隆的防疫行列 大牌长龙等着领取快筛四季的民众 以及街都接不完的询问电话 已经成为疫情期间 金融市各区卫生所的日常 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疫情高峰 金融市卫生局特别发起 防疫人员招募活动 结果第一天就有资深护理师 陆续响应报名 曾在医疗线上的吴廷龙说 自己子女也是医护人员 疫情期间非常辛苦 因此决定重返前线 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因为现在看到疫情这么严重 虽然我们是已经算 已经离开职场这么久 但是我很愿意 就是以慈善公益的态度 再回来这个岗位 来为更多人民来服务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行 就是说我的孩子 他们也是医护人员 那我觉得说 其实在这个阶段 应该更为这些医护人员 加油打气 所以我愿意来接受这份挑战 曾住过美国 也在香港澳门等地 担任护理教职多年 王安安也期盼分享 自己的经验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女儿也是在暑机 她也是护理师 对那她去年 因为她有照顾 我刚好是2019年 我去美国 然后我一回来 刚好就有武汉肺炎 所以我女儿去年 她是在内科病房 刚好照顾到确诊 那时候其实还蛮紧张的 所以我们家属其实 都有被影响到 那我本来也想去 就是服务一下 就是防疫旅馆 去年也有在征召 可是我女儿又很怕我担心 其实我一直都在教学 比较多 我虽然是护理 可是我后来是 研究所是念流行病学 公共卫生 所以我一直走管理 比较多 所以她就怕我说 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呢 太辛苦 所以我就一直 停停停停 停到今年 但是有在招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要来帮忙一下 对于金融市卫生局 招募推移护理人员 资源防疫 民众也非常认同 相信能有助维护医疗量人 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 前线人员的忙碌 前线人员非常的辛苦 金融市卫生局发明表示 这次招募包括 30名护理人员 及21名临时人员 主要支援各区卫生所 及卫生局本部 希望扩增能力 为疫情变化做好准备 如果你有心 我相信站在外面 排队的民众 也很期待 卫生所的人员 能够提供一些资讯 如果你愿意 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都希望 你能够站出来 到我们各个所去帮忙 记者张旗滩 金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议长蔡旺莲和副议长林佩祥 在德智卫福部进入医院 急需补充N95口罩后 立刻寻求国际服轮3490地区 9个福轮社 共同响应 捐了将近8000个N95的口罩 给基隆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升温严峻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和副议长林佩祥 在德智卫福部 基隆医院医护人员 急需补充N95口罩后 立刻寻求国际服轮3490地区 9个福轮社 共同响应 捐赠价值30多万元 将近8000个N95口罩 给基隆医院 力挺医护人员 共同抗议 我们基隆市议会 或副议长也好 包括所有的全体议员 我们虽然在防疫工作上 帮不上什么大忙 可是我们非常愿意协助 包括我们去募集一些物资 然后来做我们 所有防疫第一线 包括我们副议的后盾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我们想今天也是一种 象征性 做一种抛砖领域 然后期盼我们社会大众 以及还有其他的社团 大家能一起提供资源来做我们所有医疗人员的后盾 不只是九社联合帮忙之外 他们每个社还愿意再多输一点钱 凑逐八千个 给我们基隆部立医院 来去做帮忙 我们今天我跟议长两个今天在这边 我们自己很知道说 身为议员 我们能监督市政府 但是我们说真的也很难去说真的 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动用行政权去帮任何人的忙 所以我们一直跟自己讲说 疫情当前 人命最重要 我们要让能做事的人赶快去做事 我们不要在旁边站 在那边 骗乱 所以我跟议长两个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能帮什么忙 我们除了今天开这个记者会 跟我们的这个 福恩社的好朋友说声谢谢 还有跟我们的部立医院的好朋友说声辛苦了之外 更重要的是希望借这个机会 请我们社会各界好朋友 请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医院 请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 希望说 这个 我们这个 圆祥 这个水安 可以让我们的医疗 这个 严格 和在政家 医疗的 这个 所值 和做得更好 让我们医疗 严禁 我们希望的 这个 这个 人所 改善 让我们 人质 让我们的机会 那今年度 你服务改善人生是我们 全世界的那个主题 很符合我们 这个活动 不仅改善 别人的人生 也改善我们自己的人生 尤其 我们看到 医护人员 这么辛苦 我们常常看到 每天 喝水 没有两次 还有 上厕所 这个 这个是在 这个是他们的天子 才有办法 忍受这么 这段时间 这么辛苦的工作 代表 代表 布立基隆医院受证的 基隆医院副院长 陈伟达 由衷感谢 基隆市议会 以及国际福轮 3490地区 九个福轮社的 相助 捐赠 这批 N95口罩 协助医护人员 执行医疗工作时 减少染疫的风险 布立基隆医院 除了 这个 衛福部的 指示以外 我们还跟 配合市政府 我们进行很多 防疫的业务 包括户外筛检战 就是民众的快筛养门诊 我们每天大概服务 500人一次 那另外还有专责病房 到现在为止 收治 这个阳性的病人 目前是600位 另外我们还有 就是开设 基隆地区民众的 视讯门诊 甚至我们还 受卫福部指示 接下系纸 跟万里 两个检疫所 那这个两个检疫所 到目前也都收治了 800人的这个 阳性确诊 病人 所以布基的业务量 其实是非常的大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很需要 这个物质 还有保护物资 这些的帮助 因为各位知道 我们有几床 是没有用的 各位知道 最近的新闻 闹得沸沸扬扬 当然我就 不再多说 但是 病床有 也要有人 各位知道 医护人员感染率 也是蛮高的哦 尤其像我们专责病房医师 昨天 也是有人确诊阳性 所以 医护人员 要保护好自己 才有办法 不然那个床位 都是虚的 而且我们有护病病 就是 五个病床 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护理师 那护理师不够 这个床位在那 也排不了 所以 其实各位的这个 捐赠 我相信 对于布基将来 持续的运行 会非常的 帮助蛮大的 共同出钱 发挥爱心 购买这批 N95口罩 立体医护人员的 包括基隆 基隆南区 基隆东区 基隆东南 基隆西北 基隆中区 新北北海岸 基隆永昌 以及新北瑞芳 等九个福轮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来 赶快吃饭咯 妈 谢谢你每天都 为我们做这么多哦 嘴巴忽然这么甜 是不是想要什么啊 我今年初刚买房 但最近好忙 没时间脚房屋 所以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事 有什么好烦恼的啊 现在脚水非常轻松 就算不出门也可以 只要下载行动支付 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税单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还有这些管道 都可以任意选择 管道变点超有感 轻松缴纳好放心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 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 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第一个会有一个夹链袋 然后会有一个四季 这个是封起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等一下可以戳壁纸的 好前面有一个这个棉花 另外还有这个试剂 还有一个盖子 那这个是你会拿到的东西 那不过我有一个小 撇步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还会准备一个 这个夹子 然后另外把这一个 便利贴也都可以 然后把它夹这样子 那这个什么用呢 你夹这样子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试剂 把它先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固定住 好 那如果你不清楚 你也可以打我们的 这个爱心筛检的咨询专线 2425-1560 或者2425-1570 或者2425-1580 那会有专人来跟大家 来解说跟服务 好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示范 怎么做 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快筛 以后可以强化我们自主 健康监测的一个能力 打开 然后这个是塑胶的棒子的尾巴 然后棉花在前面 要记得 拿起来都不要碰到它 然后两边的鼻子 你把它伸进去大概2.5公分 然后大概这个把它稍微 这个动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 里面有液体的这个设计 然后把你的这个彩样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就把它 搅 这个 搅一分钟 好 我们把它一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拿起来 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棉花棒会有沾到这个 这个设计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这个筛检的动作 就把这个已经弄好的这个设计 把它放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 好 椭圆形的地方 那我们要D不要超过5D 大概3D到4D就可以了 等这个设计 等这个设计跑15分钟 好 这边有一个C 有一个T 那我们看到我的检验的结果是阴性 就是C这边表示已经做完了 好 那如果 这个你是在T这边也有一条线 那这就表示快塞这个阳性 如果你是快塞阳性 那这个地方会有两条线 那你也不用紧张 那这个 同时呢 你也把你的这个试验 把它放到这个夹链带里面 放到夹链带里面 然后把它封好 封好之后 打我们的24小时快塞阳性通报的电话 2456-5861 2456-5861 那打了电话之后 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同仁 就会安排防疫的这个计程车 然后你把这一个做好的这个试验 你要带着 然后把你的键袍卡也带着 然后到我们的PCR的一个筛检站 会安排你做PCR的一个裁检 那由于我们这个专案呢 这个防疫计程车是免费的 所以快塞的一个使用 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跟方便 我相信每个人只要操作过一次 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也把这个怎么样做快塞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我们的计划 然后把自主的健康监测的能力 把它提升 那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正常化 然后能够早日的去过正常的一个生活 好谢谢大家 时代力量议员程维仲确定不寻求连任 他决定走出议员的位置 让新一代接棒 至于下一步呢 他说都还在思考中 坦言不排除竞选立委或是基勇市长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维仲议员 他在从2018投入基隆市议员选举 而且选上 而且他的表现有目共睹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在征召新的优秀的参选人 投入市议员的选战 我们也希望这个年轻的力量能为基隆带来新的改变 好的改变 时代力量 金融党部举行了议员提名的记者会 主席立委陈娇华 受跑给提名的安乐区市议员江欣怡 和七堵区的市议员陈凯宏 而原任的安乐区市议员陈维仲 确定不再连任 引起了外界好奇 我的下一个阶段的话 其实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思考 刚刚就是前辈都有问到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 就是在我成为市议员那一天 我从来没有忘记 我自己作为一个市民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或是未来 我可能会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的这件事情 我就是其实都跟所有的市民一样 我们希望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 基隆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而美的都市 我们虽然人口少 但是呢我们其实很方便的一打每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临近港口跟港城丘这三个地方 而且这四年来 其实这八年来 其实林佑昌市长也真的对基隆带来很多的改变 可是以我自己来说 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更期待看到这个城市的未来 不只是40年甚至是100年 我更希望看到现在的就是政治人物 可以提出对这个城市的爆化 所以我正在思考的这件事情是我的位置 在下一步我的政治实践 在基隆市议会累积的这四年监督 我们对于就是更大的城市的治理的这个状况 我们可不可以真的跟市民一起卷起袖子来行动 除了我们再是一位茁壮之外 我们更可以直接的和市民来行动 让我们有更好的城市公共生活 就像刚刚我们参选人讲的 我们希望有更好劳动权力的保障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城市是设计给每一个人 他不是权力的运作 而是大家都可以 不管你是小朋友 障碍者或是年轻的母亲 然后推着娃娃车 那或是说年轻的父亲推娃娃车 或者是老人家 我们都可以觉得这个城市是欢迎我的 我可以就是非常安心的走在人行道上 那这个事情在基隆到现在还很难完成 我们可以有更便利的大众运输交通 这些议题其实就会是我现在在思考的各种的选项 陈维仲再三的强调 政治人物不应该思考位置 至于未来动向 他也埋下了伏笔 这些议题其实就会是我现在在思考的各种的选项 那那个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位置而来决定 而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方式 然后更强力的政治实践跟市民一起来 爆化这个城市如何让每一个人更加宜居 那这个是我现在 就是刚刚其实很多前辈都有问 其实就是我正在思考各种的选项的可能 那也在跟党内继续讨论 那也希望我们一旦有决定 就会赶快来跟市民朋友来说明 那也谢谢大家 其实这四年来的很多的监督跟砥砺 然后还有很多的建议 那我们团队还是会持续的努力 至于接棒的张欣怡 现任的市党部副执行长 也谈到了决定参选前的心情 其实就是当然会有压力啊 因为被你前面做不太好了 就像林又昌市长会在他的书里面 就是说哦就是我为基隆设下了一个林又昌障碍 那我觉得我前面就确实有一个成为这种障碍 但是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就是过去在党部工作的期间 其实跟就是我们基隆党部还有维重 这边其实我们的整个团队 大家其实都是一起来工作 那我认为其实有很多进步的议题 其实非常需要继续的推动 像是我们接下来也会计划去办一些 可能跟交通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讲座或是活动 那像是外幕山的议题其实也是我非常关注的 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就是希望来推动这样子 对啊那讨论其实就也是讨论很久啊 然后我也回去其实跟家人讨论蛮久 就是说哎其实这个是一个 真的要承担一个很大的责任 时代力量公布两位首波的金融市议员提名人 强调都是万中之选 也是时代力量作为监督市政第一品牌 未来将会成为市议会最强的驱动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轻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